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见里面,言辞诚恳,希望古君可以不济前线。 但愿吧。 今日是我们大婚之日,不要再提他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地为政,众先共建,帝后统体,三界贤您。 请 恭迎 古君 下山人。 都起来吧。 古君, 你来了。 凌娟。 小仙在,不知上神所为何事? 此乃我与天后之女,名唤后池。 天后镜? 即便上神也逃不过情这一次。 这最可怜的,莫顾一诞中之子。 你司职万物命格,来替本君算算。 我的女儿是何命格? 这。 这。 这就不必了吧。 怎么,我的女儿不配你来测。 小仙不敢。 。 回陛下。 回神君。 小神君。 小神君,乃上神命格。 这。 这。 回神上神。 这。 这。 凌娟。 众所周知, 神界关闭之后, 这天下, 只有三位上神。 你当盛宴。 回禀陛下。 小仙不敢狂语。 小神君, 的确乃上神命格。 天后可有异议。 我。 那天君呢。 好。 好。 今日众仙为证, 舞女后池, 位居上神之位。 日月同之, 天地为鉴。 恭贺后池上神。 我破壳花了四万年。 注姬已有两万年。 修炼了六万年。 为何还是个不入流的下限。 是小殿下修炼回来了。 小殿下辛苦了。 嗯。 一切啊, 多看缘分。 今日和昨日一样, 没有半点长进。 我的缘分什么时候才可以到来啊? 瞧你, 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要不, 我和凤冉长座说说, 今日就不考你灵力了。 不用。 当初是我求凤冉渡学的。 不, 横竖不就是一顿乏吗? 我早就习惯了。 所有都是我一人之事。 我现在就去寻凤冉。 早点考完, 早点被骂。 我好早点睡觉。 后迟。 我今日可把丑话说在前面。 你本来前几日就要考虚。 你跟我说你法术还没有练熟, 连拖了三天。 你要是今日再不合格,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自然自然。 大不了就被你骂一顿。 我早就习惯了。 后迟。 净误诀。 成了。 成了。 太好了。 小殿下, 成了。 小殿下, 终于练成了。 恭喜你啊。 小殿下, 你终于练成了。 不错, 再来一个。 运物数。 不行不行不行。 那招我没试过。 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 巨笼灵力, 运用此物。 小殿下, 太厉害了。 太好了。 不错。 小殿下, 你终于做到了。 对啊。 这万年来, 你总算是没有白费。 等明日, 我再教你更厉害的法术。 小殿下, 听见了吗? 凤人可从不骗人的。 连她都快您修炼得好。 可见您这灵力, 是真正的长进了。 是啊是啊。 你不过来。 竟然练成了。 我修炼这么多年, 为何就偏偏这一次练成了? 解开。